你笑啥 告诉你 你别嚣张 你就仗着罗教练宠爱你 你呀 这就是典型的仗势欺人 也不对 你就叫狗仗人事 好像也不对 那个词怎么说的 就是那个仗着别人的宠爱 瞎嘚瑟那个 似宠而骄 对 就是似宠而骄 说的就是你 不过 你们真的觉得 罗教练真的很丑陋吗 你还有点问哪 罗教练可没对我们这样 你知道你现在这叫什么吗 你现在这个呀 就叫站着毛红不拉屎 得了便宜还卖乖 人心不足舍得响 对 对 你不去中文戏可惜了 满 默默 明天什么时候有空 带你去个地方 二十四小时有空 那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 杨教练一向都是理论实践两手招 虽然一般教练不会让运动员看这种理论书吧 但你最好了解一下 这样跟杨教练交流起来也更容易抓重点 但这么多 我一周也读不完 你让一下 这个出版社更有名一些 这作者我知道 我这好像是教材 这个你得看 先看这三本吧 啊 教练 对我那么用心呀 废话 你是我队里的人 又是我介绍给杨教练的 我总不能砸了自己招牌吧 就那么简单吗 所以 你给我好好训练 每天陈训 必须早到十分钟 正式训练以外的体能一天都不能落下 还有 早睡早起 饮食规律 别这样自己年轻就恢复 做你这小体格 离合格的十项全能运动员还差远着呢 我知道 我知道教练 那我的意思是 昨天 刘山对我说 我平常会仗着你 你对我的好 有一点点 有一点 有点什么 说 赤宠而交 赤宠而交 是 挺会用词的 近看贼吃肉 没看贼爱打吧 我训你的时候他们怎么没看电影 是的 可是大家都说 你 对我 跟对别人 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 我觉得 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点聪明的吧 我是聪明 你要不好好信念 我更宠你 我更宠你